Hello, welcome back again 米奇博克斯TV show Hello,大家好,我是米奇博克斯,米哥 欢迎来到这一期米哥拆封 还记得在很久很久以前 也不是很久很久以前 就是几个月之前呢 米哥推出过一部视频叫做 PlayStation4和Xbox One 怎么选,对不对 讲述游戏主机的 在当时呢,我对比了一下 两款主机的手柄 当时评价是Xbox One的手柄不太好用 其实当时说的有点夸张一点 其实相对于PlayStation4而言呢 Xbox One手柄用久了之后呢 还是蛮舒服的 虽然科技含量稍微低那么一点点 但是我是对这两款主机的手柄 都情有独钟 每次推出那种限量版 或者非常漂亮的手柄的时候 然后我就特别想买 如果有钱的话 在我手里这是标配的Xbox One的手柄 是一部黑色的 可以看到这是最原始的第一套 米哥当时买的是Xbox One 北美首发第一套主机 当时还不带游戏的时候就买 太黑了,也许看不是很清楚 放在这里 后来推出了Titan4 就是一个游戏 就是一个低人声射击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 结果呢 它为了这款游戏 推出了一款限量版的手柄 比如像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漂亮的一款手柄 然后呢 我们从正面可以看一下 这个手柄 这种感觉 都有点灰 说明了很久没有玩了 一直在用这个 然后底部是一个这样 很别致的接口 大家如果非常了解机型的话 大家一看这个接口 就知道 这款手柄有点旧 同样 虽然这是一款限量版的 看起来非常酷 有个标志 然后还有一个编码 然后但是呢 其实除了外壳不一样之外呢 技术含量是完全一样的 而且电池呢 我用了两个配套电池 这两个手柄摸起来还是不错的 但是在后来有一段时间 微软呢 意识到自己的手柄上面缺少一个 3.5毫米耳机接孔 因为 PlayStation 4 它那手柄会有 所以它这个没有 真的有时候不方便 也就是假如在深夜玩游戏的时候 对着电视机多大声音啊 你就没法进音了 但是 PlayStation 4的手柄 你往底下插个耳机 马上电视机就没有声音了 可以 哇 很爽 所以 Express 1改进了手柄 在后来 但是呢 当时没有急于买 是因为我在等 有没有可能推出一款 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手柄 结果在最近终于等到了一款 非常非常炫酷的 Exbox One手柄 当然不是那个Elet 不是晶莹版 晶莹版 真的是太贵了 之前在我的Vlog里面说过 一款手柄 可以买半个主机了 两款手柄 买一个大主机 所以太贵了 但是啊 这两天逛街真的让我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手柄 它是有不同颜色组成的Exbox One定制款手柄 据说也是限量 限量版手柄 接下来让我们拆封看看它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 每个拆封 广之神 Afterglow controller 好了在我面前就是Exbox One 一个第三方厂商为Exbox One定制了一款手柄 真的是炫酷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可以变色的 大家可以看到 当你一动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它颜色绿蓝红橙 哇这种颜色 可以看到它的牌子叫做Afterglow 很明显就是说它是光源 原来不仅仅是雷蛇变成了登场 Exbox One也有登场的嫌疑 OK Performance Designed Products 这个是一个加强了性能的手柄 但是性价比真的很高 它的价格只有精英版的三分之一 比如说买三个这样的手柄 才能顶一个精英版 然后是专门Exbox One用的 我们看一下包装盒的侧面 Exbox One 告诉你它对这摇杆是加强了一些准确性的 同时呢 在这个地方也加强了它的一些性能处理 比如说这个振动 还有两边的侧面键 当然它是兼容PC的 因为Exbox One的新系统 就是Windows 10的一个版本 大家看看背面 背面可以看到有三个颜色 红绿蓝 然后呢 旁边是一个DUO Multifunction Wheels 它增加了额外的快捷功能键 同样呢 它在Exbox One这个主机上呢 这个系统里啊 就是开发力宽软件 这个软件是可以配套兼容使用的 然后我可以调整一下 我其实没有用过 所以这只是开封 我觉得它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同样呢 提供了新版手柄的必备的3.5毫米的标配 这边呢 OK 这边是Wired Controller Batteries Not Required 那这边说呢 是有限使用 不需要再搭电池了 比较环保 环保就是非常棒的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软件的使用界面 可以看到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有机会的话 进入界面可以玩一下 但是这是拆封 拆封的话就使用体验就不讲了 废话少说 拿出我们的剪刀 非常精致的剪刀 然后在这个侧面 侧面有两个这个贴纸 胶带 圆形的胶带 可以看到这边还有10美金的这个返卷 是什么来着 对不起10美金 是10加币 OK 最后一个口 OK打开之后 哇还挺硬啊 空空如也 拜拜 哦 可以看到里面附赠了一款说明书 诶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reward card 然后 在这个网站上呢 是可以用这个 这个code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code 大家如果看到的话 可以回播一下 暂停再看一下 也许能用得到 我就不需要了 10块钱送给你们了 如果你们能用的话 OK Congratulation on your purchase of the first afterglow app in neighbor controller 这是第一款啊 就是适合这个afterglow应用的一个手柄 如果在网上注册 你会得到六个月的warranty 保修 电话什么的 OK 看说明书 做的怎么样 一款手柄 终于附赠了说明书 大概翻开看一下 啊 这个第一页呢 是讲述了这个 这个组成 是吧 3.5毫米的接口 哇 这个硬直啊 这个好一镜啊 还有背面 其实它背面真的很厉害 它多了三个按键 还有program button 只是 就是那个 精英版手柄 也是背部多了一些按键 我觉得这个真的跟它有的一拼 当然质量当然不如那款了 价格在这摆 一分钱一分货 可以看到使用方法 现在这个接上 然后通过这个USB接口 连接主机 这时候就激活了 然后可以设置这个 音量 这边应该有一个音量键 OK 这个可能需要时间去学一下 但是我们这边就 大概看一下就好了 看来还是蛮复杂的 现在方便我们看看手柄吧 OK 这个先放一点 这是怎么回事 What 啊 从这边可以看到这根线 普通的USB连线 大概接口是这个样子 这个线真的好长 说明这个手柄一定要配着线玩吧 我真其实希望这个手柄 是可以充电玩的 包装做得非常精致啊 说白了就是非常硬了 就是 我又不想把它破坏掉 哇 哇 无药啊 怎么才能拆开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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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外星人 哇 哈哈 可以看到这就是本尊了 这边还有一个贴纸 这边还有一个贴纸 这边也有个贴纸 可以看到这是完全一个透明的机壳 大家也别觉得炫酷啊 可以看到主板 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机身 完全完全透明的 底部有一个3.5毫米的耳机接孔 可以看到背面啊 背面这边是 这边是可以按下去的 也可以这样调 调节 大概就这样玩 这有点像就是一种具有弹性的按键 具体怎么用我还不知道 然后这边还有功能键 然后这边OK 这边的手感呢 跟那个正常手柄还是差不多的 然后这个是Xbox One的键 可以看到它这个里边呢 是没有内置电池的 所以说这款手柄是有线手柄 这样我给大家插上电演示一下吧 我特别好奇的是 看这个亮了之后是什么样 哇哇哇 可以看到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蓝光 哇 非常炫酷的感觉 摸起来塑料感十足 但真的很酷对不对 嗯哼 啊 啊 啊 Made in China Oh my god 感觉 就这个样子 具体使用感受呢 这个拆封视频当中啊 就不跟大家聊了 在希望在日后的某些当中 跟大家聊聊这个游戏机 更详细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 怎么玩 有什么推荐游戏 有什么功能 给大家展示一下 希望可以做到 因为时间毕竟有限 最后呢为了 给大家做出更多更好的视频 也希望大家真的是 订阅我的频道 分享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您订阅我的频道 又分享给朋友 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去看的话 这样的话 会给这个视频呢提供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观众的一个基础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Metrox 一个 那 再见 拜拜